1980年代中期 台南的鸟友在旗鼓发现 一百多只黑面皮鹿的踪迹 在那个年代 黑面皮鹿的种数相当稀少 是濒临媚绝的鸟类 很高兴在2018年 微窗人物基金会 他机会赞助我们 所以我们才有机会 跟大家今天在这边 跟大家见面 大家可以欣赏到这个基金店 那3月24号之后 我们有开始在全台的新年放映 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 来多多支持 2023年3月8日 知名纪录片导演梁洁德 在台北市信仪区 松仁威秀影城11楼泰坦厅 举行了电影 《守护黑面皮鹿》的首映会 《守护黑面皮鹿》 这部电影是以王中吉先生 与黑面皮鹿的故事 来述说黑面皮鹿宝玉的种种 内容丰富精彩 情节感人肺腑 首映会之前 办了一个盛大的记者会 那鸟类呢 是我们地球健康 一个最好的指标 所以大家常说 今日鸟类 明日人类 那梁导也曾经说 他说我们人类呢 是可以保护鸟类 但我们有时候也在伤害鸟类 但反过来 对于人类剥夺了鸟类的漆地 我们是不是也要需要 像梁导 像王中吉老师 像很多的保育界的人士 还有今天造成的各位的前辈 大家一起的努力 把我们所剥夺的 我们弥补一部分 我们不可能完全弥补 但是我们restore一部分 1992年岁末 一群黑面皮鹿 在台南七谷 遭到不明人士恶意呛杀 引发大众的嘱怒 当时奉派采访的摄影记者 王征吉先生 自此走上长达30年的 守护黑面皮鹿之路 梁导说 从1992年黑面皮鹿开始 吸引大众的目光以来 至今这30年 关于黑面皮鹿有很多的故事 有学者持续不断进行研究 有喜欢拍照的人 花了大笔金钱 跨国全心投入 拍摄他们动人的姿态 我们没有办法在影片中 把所有跟黑面皮鹿相关的事 全部纳入 只能挑选这30年来 持续关心黑面皮鹿的人来记录 因此 王征吉老师 成了贯穿全剧的最佳男主角 看了这部影片 我是相当震撼 有感动的 3月24号 这部影片就要正式上线 欢迎大家踊跃到戏院来观赏 也欢迎机关团体包场 黑面皮鹿的影片 在院线上映 这是第一次 欢迎您来共襄圣局 谢谢 下次再见